阿尔汗格尔斯克州首府是阿尔汗格尔斯克市 截至2021年人口普查 人口为301199人 阿尔汗格尔斯克是该省的行政中心 位于北德维纳河畔 阿尔汗格尔斯克州 包括Now面积为587400平方公里 226800平方英里 阿尔汗格尔斯克州最大的城市是阿尔汗格尔斯克市 截至2021年人口普查 人口为301199人 阿尔汗格尔斯克是该省的行政中心 也是该地区仅次于北德维纳斯克的第二大城市 也是俄罗斯海军主要造船厂 北方造船厂的所在地 该州最古老的有人居住的定居点 包括霍尔默戈里 卡尔戈波尔和索尔维奇戈茨克 截至2021年人口普查 阿尔汗格尔斯克州人口为1227626人 其中包括涅涅茨自治区 NOW 阿尔汗格尔斯克市人口301199 是该省的行政中心 第二大城市位于北德文斯克附近 这里是俄罗斯海军主要造船厂 北方造船厂的所在地 该州最古老的有人居住的定居点 包括霍尔默戈里 卡尔戈波尔和索尔维奇戈茨克 阿尔汗格尔斯克州 一些最古老的有人居住的定居点 包括霍尔默戈里 卡尔戈波尔和索尔维切戈茨克 霍尔默戈里 建于13世纪 位于北德维纳河畔 卡尔戈波尔 建于14世纪 位于北德维纳河畔 索尔维切戈茨克 建于15世纪 位于北德维纳河畔 阿尔汗格尔斯克州的一些主要工业包括 1. 渔业 阿尔汗格尔斯克州 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渔业区之一 白海 巴伦之海和北冰洋是主要渔场 2. 矿产 阿尔汗格尔斯克州矿产资源丰富 主要有铁矿 镍矿 铜矿 金矿等